作词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梦却懂南非 飞到天涯去不回 千般恋来万种柔情相似成灰 心碎的时候就声格外让人悲 言如不尽人意 我愿生死相随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红尘外 柔情泪 有没有断肠的泪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但求真心一对 今生何举何悔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红尘外 柔情泪 有没有断肠的泪 我愿有情人 共饮一江水 我愿意 刘旧真心一对 今生何举何悔 我和这匹马是老相识了 这是你给那位公子的十二两银子 还给你 马我牵走了 姑娘 且慢 且慢 怎么 你不肯卖 卖 肯定会卖 不过这价钱和前几天可不一样了 这 这才几天呢 你就想涨价 不管几天 毕竟是为了几天的草料啊 好吧 你想涨多少 姑娘 五两 五两 这 你也太过分了 我还搭一个马鞍子呢 这马鞍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你爱买不买 反正有人来买 那这样吧 我这身上只剩二两银子了 全都给你了 这位大哥 这匹马本身就是我家相公的 是因为一时急需要钱才把它给卖了 如今 请你行个方便 把马再卖回给我们吧 好吧 好吧 我就爽转一点 谢谢你 走 周青 周青 你的马呢 我给卖了 卖了 你不是刚买的吗 别提他 怎么 孩子为刘兰生的事着急 我能不急吗 虽说他刘兰生犯了事 但毕竟是一家人 兰芝也天天让我帮着想办法 别急了 这事可大可小 全凭着高主部的意思 我也知道 我都已经亲自上门去求和他了 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知道 让你去求人 特别是求他 比打你骂你还难受呢 可是高主部无非就是想弃你 想报复兰芝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准备这么走过去 跟我骑一匹马吧 算了 哪有两个大男人骑一匹马呢 跟我还不好意思啊 行 那我陪你走吧 不用了 你家娘子一定还等着你呢 你先回去吧 别提他 就是因为家里有了他 我才不愿意找回 话不能这么说啊 哪个人愿意自己脸上有胎记呀 这不能怪他 再说了 也不能以貌取人 我今天就以貌取人了 你是不知道吗 就他那副臭德情 比他那半张脸还恶心 不会吧 我看孙伯母每天挺乐的啊 逢人变花 而媳妇孝顺 懂事又勤快 他们是死要面子 在家里遭了罪 出来还得装出一副小福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 自打你娶了瑜伽小姐以后 高种他们已经对你关照很多呀 那是我老丈人那边说话了 他们瑜伽的势力 连李太守都敬他们家三分 何换一个小小的高种呢 这算是有诗也有所得吧 所以呀 我觉得这桩婚事 就像一笔买卖 我得到了仕途的坦荡 却丢了一辈子的幸福 照你的话说 我是把自己的仕途 都已经赔进去了 你呀 别再想一些烦心事了 好好享受你的幸福吧 行了 你既有坐骑又有人陪了 我在这儿碍事 我还是回家受罪去喽 驾 驾 来 安正 你有把马说回来吗 想得我每天晚上给你揉脚 那还是把马卖了他 我亲爱天天走的 别说了 快回去吧 郑青 你还记得吗 那时我给爹爹进城买药 误了关城的时阵 还是你冒着风险给我打开城门的 我当然记得 想来 就像是在昨天 那天晚上 我们一个在城楼上 一个在城楼下 相隔不已 却未曾见面 如果当时我们见了面的话 后面就不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事 但是 我还是不惋惜 老天垂炼我了 还是让我们走到了一级 只要能和您四手众生 就算有天大的麻烦 我都觉得值得 你也学会花言巧语 快走吧 驾 饭怎么还没好啊 饿死我了 看你累的歇会儿吧 哎呀哪有空歇呀 屋里那小姑奶奶直笑着饿呢 都怪你 当初 非要娶什么大家小姐 这下好了吧 娶个媳妇 当娘伺候着 哎呀就你话多 真是 只要怀儿有了靠山 我再来也乐意 哎呀行了 别在这儿挨手挨脚的了 快到外面去看看怀儿回来没有 哎呀看什么呀快了 那你就回屋伺候那小姑奶奶去 那 那我还是到外面等怀儿去吧 哎呀 嗯 姜老夫人 呦 你在这里等仲卿吧 孙郎中啊 仲卿回来的晚又没了马 我在这儿等等他 仲卿有福气啊 娶了个好媳妇 还有个疼他的娘 你也是来等孙怀 可不是吗 他娘非让我出来看看 哎呀 你们当娘的都一样 心疼儿子 是啊 哦 对了孙郎中 有个事儿 我想问问 又不好意思开口 是疾病之事吗 算是吧 哎呀 那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所谓病不进医 这生病之事 千万不可避讳啊 那我就直说了吧 你说兰芝进我们家门 也有些日子了 可没见她那肚子 哦 明白了明白了 焦老夫人是急着抱孙子 按说成亲这么久了 也该有个孩子了 我是担心哪 她不能为我们焦家延续香火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对得起重卿她死去的爹呀 焦老夫人 这事儿可急不得呀 这一粒种子一块地 埋立着之后 不会马上就发芽的 有的夫妻呢 成亲两三年了 也没见什么动静 可再隔几年呢 突然就怀上了 而且呢 这一生啊 就止不住了 所以啊 您可千万不要着急 但愿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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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怀儿回来了 爹 焦伯母 重卿她在后面吧 不远了 今后啊 她又有马骑了 哦 兰芝啊 把她的马又给买回来了 哦 焦老夫人 我们爷俩先回去了 家里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好好好 好好 我们先告辞了 爹 我们走吧 好 走 好 虽说为重卿买马是好事 可多花了银子 却是不该 娘 都是我不好 是我贱卖此马在先 才害得兰芝多花了银子 你就知道帮你媳妇说话 这个家是我说了算 还是她说了算啊 娘 是我的错 我事先应该跟娘言明 你进娇家要知规矩 是 好了好了 嫂子也认错了 娘 快吃饭吧 菜都凉了 是啊娘 赶紧吃饭吧 那就吃吧 好 好 众卿啊 兰芝哥哥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今天问过孙怀 他说此事可大可小 就是高主部从中作梗 可能 不太好办 反正啊 得罪高主部的事情 不能再干了 可是刘兄 可是刘兄 仲青 那我哥的事 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吗 真没办法 高秉辰分明就是为了要为难我们 钟卿 我哥哥这个人说话做事是有些欠考虑 可是她对我这个妹妹还是很尽心的 我们还得想想办法帮帮她呀 兰芝 我也知道 可是我实在想不是这么办法能打动高主部 你说她到底想要什么呢 她想要什么 她什么都不缺 我送给她那些东西她根本就看不上眼 我叫仲青 还从未做过如此卑贱之事 仲青 难为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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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好 好 这个人好眼熟啊 掌柜的买布 来来来 里边请里边请 这不是个姑娘家吗 进我的春仙楼想干嘛呀 我要见高主部 找高主部的人 都跑到我这春仙楼里来找了 敏儿哥 我这成府衙了不是 他人在里边吗 我要见他 还急了 大人现在正在兴头上呢 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你进去找他 就告诉他 刘兰芝要见他 刘兰芝 刘兰芝 我说呢 每次高主部喝多了都喊这个名字 你就是刘兰芝 你不要说了 快去找他 既然是高主部的心上人 我自然得罪不起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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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刘兰芝来了 兰芝来了 是啊 要见我 对呀 快 快让他进来 大人 哎呀 行行行行 都出去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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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亲 嗯 好 兰芝啊 真没想到你能来找我 小女兰芝 打搅了主部大人的雅兴 还望高主部见谅 不碍事 不碍事 我正盼着能见着你呢 这不 今天有几位朋友 来卢江府工干 我奉太守之命 陪他们来玩一玩 让你见肖了 真是 有失斯文哪 来 坐坐坐 哭了 我还是不做了 我们开门见山 我是为兄长之事 来找高主部的 我听说 此事可大可小 全凭主部一人定夺 这些个 是家父给我的嫁妆 虽不是什么奇珍异宝 但也是从山岳 带来的稀奇之物 兄长之事 还望高主部高抬贵手 嫁 你要是带上他 一定很漂亮 哎呀 哎呀当初 你要是嫁给我 高主部 我此次来 是为兄长之事求你的 当初你要嫁给我 你哥哥也不会出现这种事 可惜呀 娶你的 不是我 哼 那我就没办法了 这些东西 对 你拿回去 我不稀罕 那要我怎么样 你才能答应放过我哥哥呢 我让你嫁给我 不可能 你跟那个焦仲卿有什么好啊 他不过是个穷酸的小吏 无钱无事 如今你遇上了人事 他能帮你吗 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只能哀声叹气地被人掌控着 你知道吗 你何必跟着这种人吃苦呢 我和仲卿生活得很好 高主不多虑啊 是 我是多虑 我能不多虑吗 这 这么久了 我对你的情意是一点都没变呢 但是 你只要离开焦仲卿 我会风风光光地把你取回家 你哥不但可以出狱 而且今后的军服生意 我还是归他 怎么样 我也不会亏待焦仲卿 我会让他家关尽棋 你看 如何 我这次来 是向高主部求情的 不是来谈生意的 高主部的这笔买卖 我不感兴趣 那你哥只有死在狱中 你看看前些日子 他那得意忘形的样子 我告诉你 我这回就是往死里整他 你要是不救他 没人能救得了他 慢 你今天来这种地方 焦家能容你吗 我因为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有什么不能容我的 那你怕什么 我没有怕 没怕 没怕你戴着面纱干什么 干什么你 不就是救你 就这么走了 岂不是白跑一趟 谈谈成就谈 谈不成就算了 高主部若是另有企图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我忽然有个办法 不知道兰芝 你愿不愿意答应 什么办法 待会儿我要在这儿 验请几个朋友 你是否愿意 为他们谈一曲空谱 在这儿 是啊 在这儿 这几位朋友啊 都是太守大人接出来的 他们要是高兴了 你哥哥的事情 不就好办了吗 好 我答应你 别忙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叫些街坊四邻到这儿来 让他们看一看 刘兰芝是如何在春仙楼里 谈空猴的 高主部 你太过分了 过分 你谈一谈空猴换一条命啊 过分吗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哼 那就算了 高主不合 高主不合 我答应你 哎 这就对了 街坊四邻们 都听好了 今天啊 我们春仙楼 来了一位良家淑女 要不要客人们 谈空猴 哎 大家可以随便进来看 不说解 告诉你们啊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快去吧 来来来来 买上买上 好心啊 来来来 干一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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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呢 滚上 这不是蓝芝 å 这姑娘是新来的吧 没见过呀 去去去 嫁起什么 Empire 这可是好姑娘 可不是 那あと月 是小 niet 谈得不错啊 这姑娘还不错 那春仙老友是怎么回事 你们真是把姬佳的脸都给丢尽了 我就是误信了高主簿的话 几个好朋友偷偷告诉我 说是高主簿有意做难 他说不吃醋点没事 不会那么细细的茶 所以我就 我还不得打死你 郑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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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你们拿任何东西去填你哥的屋顶洞 你哥哥落在他手里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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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来 加上 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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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来 来 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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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声音 没听见什么声音哪 你听见鸟叫啊 是月上 是空喉的声音 哪有什么空喉声啊 钟晴 确实没有啊 是兰芝 兰芝在谈空喉 你这家伙大白天的 想媳妇想疯了吧 你 不许再管刘兰芝的事 可是兰芝也是刘家的人啊 够了 你还想让她把刘家的晦气 带到我们交下不成 是兰芝 是她在谈 钟晴 钟晴 你还有公文没写完呢 来 来 来 看得好吧 来 来 来 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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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来 来 来 你也喝 什么时候能够到她这个水平了 我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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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娘 您就原谅嫂子吧 她也是为了救她哥哥呀 既然是娇家的人 做事就应该维护 娇家人的脸面 如果你觉得刘家的人 更重要的话 那就请你滚回刘家去 娘 您这是什么话 兰芝只是谈谈空侯 又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 只是谈谈空侯 你这个当夫君的 他还真是想得开啊 你也不想想 他那是在什么地方谈 他还想做什么 他是不是想嫁给高主部 娘 你可以骂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 什么 娘 你的话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只恨生了你这么一个傻儿子 自己的媳妇偷偷跟别人好着 你还不知道 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嫂子呢 我说错了吗 我问你 孙怀成亲那日 你跟高主部在厨房里 都干了些什么 我 我 我 怎么样 我没冤枉他吧 那个高主部一直就惦记他 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苟且之事 谁能说得清楚 娘 兰芝她不是那种人 那你就让她说得清楚 那天在厨房里和高主部 都干了些什么 我 你说呀 嫂子 你快说呀 你告诉娘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什么都没干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你什么都没干 你和高主部在厨房里 待了那么长时间 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你以为我眼里有沙子吗 你眼里就是有沙子 好啊 你做出了这么有为妇道的事情 居然还敢顶撞我 看样子我不是家法 就对不起老爷的在天之灵了 你想哪儿就打吧 你想哪儿就打吧 你 主亲 你这是 你这是何苦啊 娘 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啊 你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 你居然到现在还护着他 娘 兰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的 那娘她说 究竟和高主部干了些什么 不必 你说什么 我信得过你 娘 哥都这么说了 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你怪我 ⑘ ④ ② ③ ③ ⑤ ④ 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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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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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上面写明了吗 这边没什么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冲锋 还给我 快点跑 都给我自己点送啊 一切也别落下 快点 快点 牛兰生 吃饱了吗 还没呢 好 出去吧 想 想把我 想死 就待在这儿吧 我才不想死呢 别 别 去 放开 放开 喊什么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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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什么まあ beet 会 别喊了 别喊了 加护 放开 抓坠 求求求求求求求 i 爹 这是怎么了 好啊 现在倒好 倒落个干干净净 好啊 现在倒好 清清白白 娘 娘 蓝师王 这是怎么了 你 你还有连问怎么了 这一切还不都是你惹的 都是因为你 这个家 这个家才遭此横过 你别管 我好如说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家里所有之前的东西 都被高炳辰和朱仪给炒走了 我 这人 都是我心心苦苦挣来的 别难过了 只要人能活着回来 就比神儿都强 娘 狗病臣 狗病臣 娘 娘 兰芝知错了 兰芝旧兄心切 有辱交加门楣 请娘 惩治兰芝吧 你知错了 可仲卿不认为你有错 香草也不觉得你错了 这卢将军的百姓 都不觉得你错了 就好像 我这个当婆婆呢 在故意刁难你似的 有朝一日 当你担当起 复兴一个家族的重担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处境 娘 我 兰芝明白您的苦衷 你明白 我真的希望你能明白 你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就是为了看到 种青成才 看到娇家能够兴旺 重整旗鼓 算了 你们慢慢体会吧 算了 你们慢慢体会吧 赵先生 赵先生来了 香草 快去上课吧 嫂子 我去了 走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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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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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